据媒体12月8日报道称 国际原子能机构机密文件显示 伊朗将突破核协议的限制 安装一批更先进的IR-2M型离心机 报告显示 伊朗已经向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 新的离心机将安装在纳坦兹核设施的工厂当中 根据伊核协议的限定 伊朗只能使用IR-1型离心机 该型为第一代离心机 效率较低 伊朗计划加装的IR-2M型离心机 运转速率是旧型号的4到5倍 投入使用后可以大幅提升 伊朗生产浓缩诱的速度 诱浓缩能力是生产核武器的重要指标 伊朗进一步提升诱浓缩能力 意味着又向拥合迈出了一步 需要注意的是 伊朗并没有自己在私下里采取行动 而是专门向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 表明伊朗是在向全世界弹排 如此一来 压力就转移到西方国家身上了 长久以来 西方国家以及以色列都密切关注 伊朗在核领域的异曲异动 如今 伊朗开始提高又浓缩能力 自然会让西方国家感到不安 尤其是美国和以色列 近期 伊朗核弹之父 法赫里扎德在德黑兰预期身亡 外界都在关注伊朗会如何报复 现在终于明白了 伊朗并没有采取血债血偿的方式 而是利用这个契机进一步发展核武器 虽然法赫里扎德这个关键人物已经死亡 但是伊朗的核计划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伊朗已经掌握了相关技术 只要伊朗想 拥合只是时间问题 并不存在技术方面的障碍 现在伊朗有了一个核情合理的机会 可以发展核武器 自然不会错过 这对于伊朗来说 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做法 如果还像苏莱曼尼约海什一样 炸一个敌人的基地 并不能让伊朗有什么实质性收获 反倒是发展核武 能够产生的威慑力更大 这一次美国和以色列出现了严重的误判 在这个时候刺杀法赫里扎德 目的就是为了激怒伊朗 让伊朗像上次一样通过军事手段进行报复 只要伊朗动手了 美国和以色列就有了开战的借口 想法不错 但是伊朗没有上当 伊朗只是在嘴上说着要报复 要让敌人付出代价 但实际上并没有直接动手 而是选择了更理智的做法 世上没有那么多快语恩仇 伊朗作为弱势一方 如果总想着以血欢血 反而会更加被动 伊朗手中最重要的一张底牌就是雍和 对于伊朗来说 发展核武器就是威慑力 伊朗现在已经掌握了技术 只不过没有造出来罢了 任何一点进展都会让敌人感到紧张 如果一不留神让伊朗造出了核弹 搞不好直接拿以色列做实验了 伊朗这一招还是非常老道的 不只化解了眼前的危机 也是在给美国当选总统拜登 释放信号